我是汝瑶,万万没想到 今天会被小雅请过来自我介绍 我是汝瑶,万万没想到 我人生中短短20多年的烧造历史 却仍让我名垂千古 关于我的出身,可以追溯到唐宫期 但现在你们人类提到我 主要知道还是北宋五大民谣之一了 关于我的烧造年代 你们收藏借工人的专家之一 成万里考证过 那大概是在宋泽宗元又元年 到宋慧中五年,二十年 不过那个时候宋王朝财大气粗 宫廷用子那可真的是大呀 最终我还是延烧至了你们北宋结束时期 也就是1127年的靖康之变 那夕阳下的奔跑是我失去的青春啊 就跟红楼梦的红学研究会一样 你们也有很多专家一直在研究我的出身地 嘿,也不是我得意 你们人类可是花了足足三十多年找寻 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解决了陶瓷史上这一大悬案 是的,我的出身地就在 河南汝州与宝峰之间 从我出身开始 我就知道自己美丽不可放物 提到我,你们会说 清如天,勉如雨,沉心兮 在光照下时影时现,是沉心散爽 嗯,形容得很棒 禅义文,我自己用面开篇时 用禅义文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奈何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氏南迁 烧造我的记忆就直接失传 本有要被认证的纯饰量不足百见 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物以稀为贵 我的拍卖也是欲创天价 从1992年到2017年的25年中 价格从上千万刷新到亿万单位 不断刷新,宋词记录 万万没想到,我在21世界的今天 又重新看到了你们人类 稍造出了令我满意的不可器物 相信美好的器物千年不朽 又能让更多爱茶爱欺人 体验汝瑶天人合一的审美情绪 我是汝瑶,万万没想到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